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Kenneth 又和我们分析一下 Kenneth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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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我们讲一下 究竟在利用云端这个技术的时候 究竟有什么风险呢 其实很多人都会利用这些云端的硬碟来分享数据 譬如Dropbox 或者Google Drive 这些 但其实大家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其实美国的法律里面 是可以容许政府在必要的时候 是看你们所有数据的 问题就是说就算你有Usaft 订阅 订阅 其实是保护不了你的 因为美国政府要看的时候是看得到的 所以有一些APP 就可以帮我们加密了你想传送的东西之后 就连美国政府都未必有这个权限去看得到 是的 没错 其实介绍这个APP Usafe 就有这样的功能 因为那个Key 是放在我们自己可以控制的地方的 而不是在美国政府那里 而不是在云端服务那里 就算美国政府要看云端数据所有的东西 它只会看到垃圾而已 什么都看不到的 所以一定要有传送的人发出的Key 才可以看到这个传送的资料 跟我们示范一下怎么用呢 是否首先要由传送的人加密了档案 是 这个program 其实它是香港科学员的一间公司研制 本身是本地研发来的 其实它的功能主要有两个 第一就是它可以加密它在你手机上的某些指定的档案 第二就是它可以加密一些云端服务的数据 譬如Dropbox 或者Google Drive 里面都可以的 现在我首先示范一下 比如加密你们本身在这部机里面的数据 比如说我们要加密在这部机里面的某些档案才算 可以看比如说我加密一张照片 是的 它会有一个加密的option走出来 是 它就会申请是不是要分享档案了 不用 因为我自己看而已 其实就已经加密完成了 加密了之后的档案放在哪里呢 因为其实它会预设值之后 它会放在一个地方的 分别就是加密了的档案 就会放在你见到这个位置 是的 另外解密的档案 解密完成之后的档案 就会放在这个位置的 是的 但是要留意一点就是 因为它本身 它只是用一个原本的档案 生成一个加密的档案 所以原本的档案是还在的 你是需要自己删除它 不然你就会破坏武功了 是的 大家要不就只保持着已经加密了的档案了 没错 这个就是加密自己的机上的档案了 但是如果我想加密一些 跟别人分享的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是的 如果你跟别人分享的时候 其实有个进阶的功能 它可以分享一些 譬如别人用Dropbox 或者Google Drive 分享出来给你的档案 也是可以的 譬如我看Dropbox上面的档案 你会看到有一个public folder 这个public folder 是对方先已经分享出来的 是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任何一个档案 是不是要进行加密 是的 它就会进行加密 过程就会久一点 因为其实始终都是云端上面的档案 所以我们就要等它做一个加密的动作 但是在用这个相关APP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 譬如说 我不小心分享给一个 我不是想分享给他的人 那怎么办呢 其实因为它可以 跟着来 我们会做一个步骤 就是 将这个档案 分享给什么人 指定 当你分享给这些人的时候 他就可以看到这些档案 加密的园线是没有分享 是 那我就会选择 究竟分享给哪个 那分享给这个人 那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了 如果你说我传错了 我可以随时终止他分享的权限 另外一个功能就是 他可以随时 你会知道他有纪录的 是 历史纪录会告诉你 对方那个人 究竟有没有打开过这个档案 就是你可以追踪得到 声音错了都知道 对方有没有看到 那对方呢 如果有朋友 分享一个加密了的档案给我的时候 我应该怎么做 其实也是一样的 那你走回去 刚才那个地方 比如在Dropbox 分享给我的 而之后 你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会看到一个档案 是 File Extension 是USAV 那你按 如果你 人家是share了给你的权限 你可以这样做的时候 那他就会问你 是不是要进行解密的 是 那他会自己和你解密的 那他会自己和你解密的 今天上来和我们介绍这个APP 那潮玩科技的时间来到这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осв facing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